监狱里男人在安静打坐 却突然进来一群犯人 对他示意暴行 可不管这些人对他做了什么 他始终一声不吭默默承受 其实男人自有打算 他想在潜移默化中 感化这些穷凶极恶之徒 老刘曾经是个参加过越南战争的老兵 因为战场上杀戮过重 退役后他便来到偏僻的乡下修身养性 他见了肉食 每天吃素祷告 把圣经翻了又翻 几乎背了下来 由于他的事迹被村里乡民得知 又善于洗脑 不久后他身边就拒结了一帮信徒 为了拥有一方可以遮风避雨 好好听交的天地 信徒们还自愿捐钱 让老刘建个修道院 这么一来便有人不开心了 往日门庭若实的三德修道院 如今变得冷冷清清难以为选 三德院长干脆贿赂警察阿彪 以诈骗的名义把老刘送了进去 犯人们之所以打老刘 其实也都是三德院长托阿彪安排的 阿彪给了他们美人三代目 以为能让他们把老刘制服 结果他们不久后就纷纷反悔 来到阿彪面前撂挑子不干 小偷只是偷外面的东西 真正的恶魔却善于偷人心 阿彪问老刘到底是怎么给这群人洗脑的 老刘却说这都是他们的个人觉悟 同时让阿彪去找一个叫英智的女人 阿彪带着好奇心找到英智 从他手中接过一本圣经 在115页第21章24节25节中 找到了一段标记 而在这之上还有五个名字 阿彪这才知道 英智曾经被这五个人轮流欺负 年纪轻轻便有了孩子 后来他们把英智的孩子丢进了河里 还把英智赶出了村子 有了老刘的提醒 阿彪很快把犯人带到河边 当着英智的面狠狠惩罚了他们 阿彪的正义感被老刘点燃 他觉得那些被反复抓进橘子里的犯人 简直无可救了 或许老刘的洗脑大法 更适合改造这些犯人 阿彪向老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或许他们可以带着这些犯人 找个偏远乡村驻扎下来 用更加久的时间 彻底洗白每一个犯人的心灵 就这样阿彪和老刘带着犯人们 建立了一个小村庄 25年过去后 每个人都变得白发苍苍 阿彪已经是个秃头老村长 某个平凡的夜晚 年迈的老刘在房间里默默去世 村子也在25年里 迎来了第一个陌生人 尽管这个年轻男子 自称是老刘的儿子 可他似乎和老刘并没有深厚的感情 也是老刘早就抛弃弃子 连二十多年未曾见面 又怎么会有感情 只是当他得知父亲死亡 没有经过警察尸检的时候 却异常坚持 非要有个结果 虽然警察一再解释 老刘年岁已大 阿彪说是自然衰亡 那就不需要多加检查 可听到他们对话的阿彪 还是决定让老刘尸检 让小刘放心 第二天尸检的医生 从上到下检查一遍 绝口不提尸检结果 反而更关心小刘什么时候离开 这让小刘更加怀疑 他这副模样激怒了重力 大家感觉自己像是被小刘怀疑了 浑身上下很不自在 当然 小刘并不打算轻易放弃自己的怀疑 父亲下葬后 他依然留在村子 接住在英智的便利店中 小刘借住在英智家的便利店 晚上却意外看见 和村长形影不离的几个村民 轮流摸黑来到英智的店 看着完事之后 清洗身体的英智 小刘尴尬的脚趾都抠出一栋房子 他感觉这个村子一定有问题 第二天更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 他去办理父亲后事的时候 发现父亲名下的土地 已经更换到了村长名下 而父亲的存着力 更是一分钱也没有用 回去后他告诉众人 自己暂时不离开村子 几个大男人连捅英智 全都愣住了 听着这些人别搅的话说 小刘留下来的心更坚定 他一边给自己的检察官朋友 打电话说明情况 一边来到父亲家中 进去之后却意外发现 里面有个地下室 而他没有发现的事 暗处正躲着一个胖子 第二天早上 阿彪再次劝劫小刘 不要在村里待太久 可他越是这么说 小刘越是不想离开 到了晚上村里 夏季瓢泡大雨 小刘屋外的感应灯 突然亮了起来 屋外的人显然吓了一跳 在见到小刘后 更是惊讶不如 看着小刘愤怒的脸 他瞬间就慌了 随便找了个借口 匆匆离开 小刘再次来到地下室 意外发现这里 居然还有一条密道 顺着密道一路前行 他在尽头 听到了村长和胖子的声音 原来村长早就在暗中调查 他和他的检察官朋友 小刘害怕自己 此时在这里会被发现 只能原路返回 可他的房间内 却突然出现了一台录音机 小刘播放了录音机 由此得知了阿彪 现在身边的跟班人 都曾经是犯下 滔天大祸的犯言 是阿彪不停地利用 各种法律漏洞 把他们救了出来 还和父亲老刘一起 在这里建下这个村子 小刘决定先从胖子 入手调查案件 他来到胖子家意外 发现了父亲的日记本 可还没来得及多卡 就被赶回来的胖子 捅了一刀 小刘忍着巨头 趁胖子不注意溜了出来 胖子提上斧头就追 小刘一路跑到悬崖边 眼看着没了退路 只能拿起石头扔胖子 也是运气好 这石头下去 胖子居然重心不问坠崖而止 小刘担心事情败露 捡起胖子的斧头 又溜回了胖子家 慌里慌张地 把自己留下的血迹清理干净 接着沿着秘密通道 迅速返回家中 伤口的剧烈疼痛 让他瘫倒在地无法动弹 要知道只要再晚一分钟 阿彪来到胖子家中 就会发现这一切了 过了几天 小刘却参加了胖子的葬礼 另一个小跟班强子问小刘 是不是知道真相后 就会离开村子 得到小刘肯定的回答后 两人约定晚上到强子家 说明一切 小刘果然还是太天真了 晚上他来到强子家后 直接被强子一顿胖揍 因为身上带着伤 小刘没能打赢强子 分分钟被强子绑了架 强子去仓库 拿来一把镰刀 准备结果了小刘 可小刘不讲武德 掏出打火机 把强子夹几点了 想到家里还有自己 和阿彪等人的合照 强子丢下镰刀奔赴火海 等他抢救完照片出来 却不慎沾上了火苗 就这样葬身火海 等阿彪赶来 英智已经带着小刘火速逃离 阿彪看见后 直接打电话 给动了侧隐知悉了英智 强迫他立刻回家 英智早被PUA习惯 便半路丢下小刘 自己回到了村里 女人刚回到村里 就钻进了村长的被窝 谁知村长龙岩大墨 反手甩了女人一个大笔斗 与此同时 小刘带着自己的检察官兄弟 也返回了村里 当年跟在村长阿彪身边的大傻 看着这一切 总觉得下一个死的就是自己 因此当他再见到小刘 就直接扑通跪地不打自招 把阿彪这些年做的事情 全都攻了出来 阿彪躲在密室里 把一切都听了进去 第二天就喊来大傻 大傻自以为从小刘手里捡回一条命 却没想到没能逃开阿彪这一劫 看见大傻的尸体 小刘愤怒了 他当然知道这是阿彪做的 可即使他在阿彪面前大发雷霆 阿彪不承认也没有用 阿彪告诉小刘 老刘的死本就是必然的 25年前 他们一起建立了这个村子 可老刘一心向他生命 渴望改造每一个人 他要求大家跟他一起吃素 一起读圣经 还每天都要问800次新的体会 一开始大家还觉得这样的生活很新鲜 可时间一场人人厌恶苦不堪言 阿彪知道这样下去不行 便偷偷带着大家在外面找乐子 可这么一来众人对老刘就更加不满了 看着自己逐渐失神 老刘竟然起了杀心 夜里他摸黑来到阿彪房间 提起刀子对着阿彪一顿弩 结果是阿彪早有防备 老刘行动失败 他的恶劣行径也被众人禁收眼底 把阿彪一通数落的老刘 这下彻底在众人面前没了威望 故事结束 阿彪告诉小刘 想知道更多细节就晚上家里见 可到了晚上 小刘的检察官朋友 就带来了大批警察准备收集证据 逮捕阿彪 阿彪告诉警察 当年是老刘杀了37个三德院的信徒 逼大家按下手印 才收到村子这块意 可英智却在此时炸出来 否认了阿彪的说法 当年老刘一直和自己在一起 根本没有进入三德院 进去的人是阿彪 事后提了鞋带子 而后满是鲜血的人 也是阿彪 英智还指引检察官 把当年37人按手印的账本找了出来 而那上面根本不是印衣 全是人写按出来的指纹 阿彪知道自己在劫难逃 为了不落的大碗劳饭的下场 竟然隐谈自尖了 可事情真相就是这样吗 阿彪死后 村子的大小事情 全部交给了英智处理 英智很有想法 准备把这里打造成旅游圣地 看着容光焕发的英智 小刘突然感觉 这一切发生的太顺畅 从自己接到父亲死去 来到村子开始 一直到阿彪死亡 一切调查都太顺利了 而当年打电话给他 让他来村里参加父亲葬礼的 正是英智 小刘脚步停止 抬头和英智对视 英智回应了他的目光 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 坏事做尽的人吗 英智自以为一切天衣无缝 最终却在最不起眼的苔藓处滑倒 死无葬身之地